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西齐继位 就设计谋陷害当时的太子 太子被逼自杀 太子的弟弟崇尔未必祸害 流亡出走 流亡期间 崇尔受尽了屈辱 当初一道出逃的臣子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 街子堆就是其中一个 又一年他们逃到了魏国 一个叫头须的随从偷光了崇尔的资粮 逃入了深山 没钱还敢住店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 我见一次打一次 公子 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让我去和那掌柜的好好理论一番 别去了 那掌柜没抓我们去见官 就是很大的恩赐嘛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再说 这魏国看崇尔是个岛运的公子 不肯接待他 他们只好一路走去 崇尔一行走到了一个叫五路的地方 崇尔无良 饥饿难当 远远地看到了两个农夫正在田边吃午饭 崇尔咬咬牙一肯心 决定向两个农夫讨点吃的 二位大哥 我是晋国公子崇尔 几日前遭了劫 现在实在饿得不行 两位大哥能否给点吃的 你们灰头土脸的还是晋国公子 你看看你看看 现在的乞丐是越来越会骗人了 我们真的来自晋国 你们眼前的这位就是晋国公子崇尔啊 求求你们 给点吃的吧 公子已经几日没有进食了 好啊 要吃的是吗 吃这个吧 崇尔冒了火 他手下的人以摩圈擦掌线要上前拳脚理论 随从的又叫胡眼的联盟拦住 拿起泥巴 安慰崇尔 公子莫动火 这泥巴就是土地 百姓给我们送土地来了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吗 一行人继续赶路 没走一会儿 崇尔就晕了过去 公子 公子 我去附近的山沟采些野菜 带只兔子来熬汤 你们照顾好公子 戒子推到山沟里 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 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崇尔 就这样 戒子推保住了崇尔的命 十九年后 崇尔回到了晋国做了君主 也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宫 晋文宫执政后 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 加封赏 谢大王封赏 晋文宫梦然一起救世 想起了一不在宫中做官的戒子推 哎呀 这戒子推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无论如何 也要叫他来宫里 受上封关 来人哪 快请戒子推进宫 晋文宫 差人去请戒子推几次 可是就是不见人来 哎 啊 怎么样 戒子推他来吗 哎呀 是我请前的诚意不够 你个戒子推还真是要面子 大王我亲自去请你 看你来不来 当晋文宫来到戒子推家 发现大门紧闭 原来戒子推不愿见他 已经背着老母亲躲进了棉山 晋文宫 也不放弃 他派了自己的御林军 上棉山搜索 大王 我们搜遍了整座棉山 没有发现戒子推的终结 什么 我看着戒子推是有心逼我 自然不会让我找到 大王 要找戒子推 小人倒有个办法 既然上山找不到戒子推 就让他自己下山来 哦 说说看 放火烧山 再三面点火 留下一方 大火起时 戒子推若想活命 就会自己走下来 啊 好 就这么办 这场火连着烧了三天 三夜 直到大火熄灭后 始终不见戒子推出来 晋文宫上山一看 发现了抱着烧焦的大柳树 已经死了的戒子推母子二人 大王 这是我们在戒子推身后的树洞里发现的 晋文宫将血树藏入袖中 然后命人将戒子推母子俩 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 为了纪念戒子推 棉山被改为了戒山 还建了祠堂 晋文宫下令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 全国只能吃寒食 第二年 晋文宫和群臣身穿素服徒步登山祭典 行至坟前发现那棵老柳树复活 绿枝飘飘 很是好看 以后这棵老柳树就叫清明柳 而这天就叫做清明节 晋文宫打着以后身上常常带着戒子推的血书 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 晋国的百姓安居乐业 每到清明节就会晋火寒食 一纪念有功不拘 不图富贵 给百姓带来福质的戒子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